接下来说到金曲歌王肖黄旗 6月15号即将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要开唱 特别请到的嘉宾就是POP女王黄小虎 那么这一回呢他也惊喜透露 演唱会他会带来一个柔道的桥段 一起听 暖阳般的温柔嗓音唱进内心深处 抒情歌真情流露 这是大家最认识的金曲歌王小黄旗 融合复古和现代Disco曲风结合饶舌 突破风格又别以往动感的肖黄旗 更是让歌迷惊艳 15号就要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未出道20周年开唱 提前总彩排更是邀请重量景嘉宾 POP女王黄小虎站台 花刀来帮我当我特别来宾 其实心里面是很开心 然后也很兴奋 终于琴虎 琴虎下山了 就是我来唱两首歌 然后他来我的演唱会 他唱四首歌 雙倍 其实过往演唱会 彼此都是对方的嘉宾 加上小黄旗过去就曾为黄小虎 作曲没那么简单 让他笑说因为这首歌演唱邀约 如雪片般飞来 而小黄旗更惊喜曝光演唱会的 特别桥段 一点点柔道的桥段 我们都准备好了 请问一下谁要被你摔呢 到时候你来看就知道了 你想说 当然不是我啦 当然不可能你啊 对不对 你我们姊姊姊姊姊姊 我只是好奇 我只可以帮你推进来而已 对 两人逗趣一大一唱 看得出身后的好交情 事实上小黄旗 从小学就开始学柔道 更曾经在残障亚运比赛中 拿下铜牌 这次要在演唱会中大展身手 也让歌迷期待 不仅能大包而服 更会是一场视觉饗宴 记者综合报导